那么随着车辆实体按键的越来越少 但是你发现这个键一直保留着 但有99%的人没有用过 那么现在呢 本领又下去了 不管是前驱车 后驱车 包括死驱车 大家是不是觉得出车库那个PRO都有些费劲了 那么还有很多喜欢越来越旅行的 又没有关闭过ESP的按键呢 这还是跟大家纯分享干货 车人稳定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当我们称了在行动过程中 它是通过几组传感器 一组呢 它是会检测到前后轮的转速差 也就意味着比如说正常行动的时候 我们轮胎是没有转速差的 那么它检测的转速差超过一定转速的时候 大家能理解啊 要么后轮比前轮转的快 要么前轮比后轮转的快 这么让你有轮胎打滑了 对不对 轮胎一旦打滑你就会容易失控 那么还有就是你的方向转向 你的前轮转向 各你的车身方向也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们高速驾驶出现了转向不足 或出现了转向过渡 就是推头或衰尾 这时候车辆自己会判断你 驾驶出了问题 车身姿态出了问题 它会同时进行两个工作 首先切断你的供油 你再怎么踩油膜 油膜是不管用了 它会切断你的供油 第二个 根据你车身的方向姿态 对不同的轮胎进行制度 纠正你的车身姿态 就是车身稳定系统的工作原理和道理 那我们车辆有的有雪的模式 难得很多车没有雪的模式 那现在下雪了 车辆不会检测到你能不能下雪了 它不会检测这种天气情况 那当你车辆爬坡的时候 但你出低货的时候 轮胎可能跟地面辅助力比较小 同时你有坡多 轮胎也就打滑 那么车辆给你实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断优 所以你会发现车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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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坡也怎么都上不去 所以这会我们记住 按一下这个按键 我们将车身稳定系统关闭 那么这会放进去的动力 就可取跟着你油膜踏板的开启的力度 传递到你的车轮上 那么每次我们车上启动的时候 车身稳定系统都是默认工作的 待遇的时候 你可能开的是一个全是死去的车会试试死去的车辆 那你爬那坡 也是同样的道理 地面辅助力比较低 当你爬的时候轮胎一空转 车辆他也不让你爬坡了 他就觉得你可能出了问题了 所以这会给你断油 3月的时候 我们这个按键需要关闭的 下了这么大的雪 丙高给你分享这么硬的干货 是不是来个点赞加收藏哟